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MD平台的动作游戏 腐蚀之巫三代 本作发售于1993年 比前作要晚一年 游戏的系统还有玩法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初代和二代基本上是一个老派的动作游戏 到了本作变成了轻版动作游戏 并且加入了探索元素 还有分支的路线、剧情 以及不同的结局 游戏分为日版和美版 美版的出招方式稍微复杂一点 比如说我的旋风腿变成了 后前按攻击键 日版的话好像攻击和跳跃一起按就可以 但是美版的剧情腿 攻击力更高 两个版本变身之后 出招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打到boss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本作的变身系统 下方的力量条 影响你变身时间的长短 本作的道具好像是变少了 地面能够剪的就是 心脏一样的道具 是回血的 书本是讲命的 那个球体是灵球 可以增加咱们的能量 另外一些特定的房间里边有武器 武器的种类也非常少 而且我感觉 拿了武器之后不能对敌人进行投掷 反而攻击的手段变少了 所以我是很少用武器的 也不会特意的走地图 去捡武器 如果碰巧路过的话 捡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这里是第一关的boss战 这个家伙叫做地狱守护者 到后面他就是精英怪了 变身之后这个投机非常猛 大概三次就可以把这个boss干掉 boss进入了二阶段 二阶段没有一阶段扛打 我刚才使用的这招 是将身上的肌肉变成棍子一样 所以它叫做肉棍头枪 这个招式的名字我做了一些变动 原版的话它应该叫做 不叫棍 这个名字就有点奇怪了 我现在进入的是一个奖励关 屏的左上方可以看到 没有现实了 想要进入奖励关的话 你需要主线的关卡打得快一点 刚才的第一关是有几个分支的 如果你剩余的时间超过了三分钟 过关了 那就会非常顺利的救出珍妮福 珍妮福会告诉主人公瑞克 他们的儿子大卫在三楼 这样的话 第二大关就跳过了 如果你在三分钟之内 时间归零之前 击败了boss 那么珍妮福会被邪恶的如虫附体 这样瑞克就需要打第二关 到房子的二楼去 击败给珍妮福 种下邪恶如虫的boss 如果第二关 时间归零之后 才把boss击败 那么珍妮福就会变成怪物 也就意味着 咱们会进入一个坏的结局 因为本作如果想要进入好结局的话 大卫和珍妮福都需要顺利的救出 如果第一关是在时间归零之后 才击败的boss 那珍妮福就直接死亡 也会进入不好的结局 打完奖励关之后 来到了第三关 是这栋豪宅的三楼 大卫的房间就在三楼的最深处 本作的剧情是发生在二代的五年之后了 瑞克和珍妮福结婚了 而且瑞克事业有成 赚了很多钱 买了一栋大豪宅 本作的冒险的关卡 大部分就是在这栋豪宅里边进行的 这真是买房一时爽啊 走迷宫累两行啊 早知道买个一室一厅 那这款游戏三分钟就通关了 这里我实现了给大家的承诺 捡了一个武器 武器击败敌人是有特效的 爆头的特效 但我对武器还是那个看法 拿到了之后 它是不能够抓人的 这里武器掉了就掉了吧 武器掉了之后是会被幽灵没收的 没收了之后 它会出现在本层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面 一般来说没必要再去捡 除非你是路过 而且呢也比较喜欢使用武器来攻击敌人 美版的旋风腿实在是太强了呀 就是后前需要稍微 摇一下 有一点出招的时间 如果按AB能出的话 那这招真的是无敌了呀 攻击力高 攻击范围还广 像这种地狱守护者是可以防御的 包括旋风腿 还有变身之后的肉棍 都可以被防住 我的能量是满的 所以没有必要再减了 变身的话是不需要能量满格的 所以这个变身系统还是比较灵活 一般的boss都承受不住你满格的能量情况下的输出 包括最终boss 所以想要追求效率的话 也可以多变一下身 这里来到了大卫的房间 但是这个大卫是假的 这个恶魔附在了 一个巨大的玩具熊身上 真正的大卫已经被抓走了 正好是变身之后的两个招式 把这个boss干掉 本作的boss都不扛打 包括最终boss 又是一个奖励官 这些恶魔为什么要抓走大卫呢 本作二代的剧情里边 瑞克就珍妮福的时候 打开了黄泉之门 里边放出了一个邪神 当时那个邪神是无敌的 瑞克救人心切 后来也没有管他 但是邪神跑出来之后 就寻找到了黑暗之石 利用黑暗之石 举行特殊的解除封印的仪式 就可以复活真正的邪神 举行解除封印的仪式 需要在月时的特殊时刻 并且还需要特殊的媒介 这个媒介就是大卫 所以这些恶魔就闯入了主人公的家 把大卫抓走了 主人公开始是束手无策的 但是在前两座里边 和主人公合作的面具又出现了 他把力量又借给了主人公 本座毕竟是三部曲的最后一座了 面具的目的也就尖小了 从第一步到第三步 面具都是在利用瑞克 借瑞克的手 消灭了和面具 有利益冲突的恶魔们 这样面具觉得自己就可以统治世界了 游戏最后 如果没能救出真妮服 或者是大卫 或者是两个都没救出来 那游戏进入的坏结局里边 即使你消灭了面具 面具说 它是以人类的痛苦作为失良的 由于瑞克承受着失去家人的折磨 所以面具也是不可能被真正消灭 如果咱们进入的是好结局 那么面具就是彻底的消失了 第四关来到了豪宅的地下室 本关的目的就是救出大卫 刚才那段路线有一点像 之前第三关的图书馆的位置 有很多家具掉下来 场景很长 但是没有敌人需要打 所以这个路线我是经过规划的 可能每个小伙伴通关这款游戏 选择的路线不大一样 在你熟悉了美观的地图之后 真的需要自己想一下 到底是走哪条路更近一点 关卡里边有一些门还是单向的 有一些可以传送 这里打的是第四关的boss 冲印地坛的守卫 塔斯沃姆 击败他就可以救出大卫了 前提是 咱们在时间的倒计时 归零之前 把boss干掉 超时的话 大卫的救援就失败了 后面就没有主要的剧情分支了 这里又是一个奖励关 第一关结束之后的奖励关 流程比较长 而且路线也相对复杂 但后面的奖励关基本上都是线性的 是一个长的房间 干掉五六个敌人就可以 可能就是因为第一关如果打得快 是可以跳过第二关的 所以安排了一个长一点的奖励关 弥补一下你跳关之后造成的游戏时间损失 我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每个场景切换的黑屏的部分 我都给大家剪掉了 游戏当中的过场 剧情交代的部分 我都进行了加速 但是音频的部分没有加速 而且我是跳过了第二大关 这款游戏正常玩的话 大概要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这也是三部曲里边流程最长的了 这个系列后面还重启过一次 但重启的内部作品剧情 基本上是前两波 也就是说可能重启之后 计划不止制作一部作品 但是非常可惜啊 重启的第一作 命运多揣 素质也一般 所以就没有下文了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 补全了第一部 还有第二部的部分剧情 第五关的场景是奇异空间 这应该是黑暗之石制造出来的 在空间的尽头 咱们可以找到真正的邪神 它的攻击方式没什么变化 同样是额头可以发出光球 再加上闪电 枪脚惨暗 游戏的正片 主要的关卡就是六关 其中第六大关只有一场爆战 这个敌人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多使用投掷剂 二是网上凑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它的攻击力非常高 被它打一下 大概能够掉三分之二的血 比boss还狠啊 而且普通的打击技的话 人家是会闪避的 邪神复活咱们是阻止不了的 第四关救出大卫的时候 一试就已经成功了 本关的流程比较长 而且灵球也给的比较多 所以我变身了不止一次啊 这个投技实在是太爽 瑞克真的是物理驱魔大师啊 先捏两下 然后一个投技 输出最大化 给了一个奖命 咱们已经八条命了 怎么我对准他用了半天啊 这才十九分钟啊 就已经对不准了 前两年我还没有这种情况 毕竟不年轻了呀 大邪神了 找机会抓他 这是他自己跳上来的啊 进入二阶段 二阶段可以直接抓 又跳到我手里了 如果他没挂的话 我刚才站这个位置 他又会跳到我手里 所以打boss的时候 走位非常重要 击败了鞋身之后 瑞克还以为结束了 但是这个时候 面具和瑞克摊牌 告诉瑞克 一直以来都是在利用他 大家注意这关的时长 一个小时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呀 不至于啊 boss一共也就两个形态 这个boss输就输在 自己没有身体 需要附身 他现在附的就是 邪神的残骸 所以实力方面肯定受影响 这里我换了一波血 可以继续换 我就不捏他了呀 捏的话可能又会掉血 这样的话通关了 咱们应该是迎来了好的结局 把大卫和战金服都救出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 世家mb平台的动作游戏 腐蚀之物三代 也是三部曲的完结片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